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地藏经曾经说过 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 只要起一个心动一个念头 没有一个不是罪的 一定是有罪的 无不是业 你不是造善业就是恶业 一定有业的 所以叫你们起心动念都不要 所以老和尚没有动心的事情 他不能有念头 从无始节以来 众生因一念不绝 其欲爱染灼之心 所造罪业多如横杀 地藏经里面讲 多如横杀是什么 人的罪恋啊 坏的脑筋啊 像横河杀树啊 就是佛陀当年在印度横河边上 就是像杀这么多啊 你们一辈子动了多少坏脑筋啊 叫你们念几遍理佛大惨悔 为人冤枉的 我没有不好啊 我没有这么坏事啊 做了多少坏事啊 动一个脑筋都是有业的啊 所以故于六道之中轮回不移 无法操作 地藏经讲 所以菩萨为因众生为果呀 要好好地坚信因果 忏悔 无始节以来的对面 关照自己每一个起心动念 关注自己每一个起心动念 然后发菩提心 又不退等 我经常说 金刚经里面的每一句经句都非常好 因无所助而生起心 就是说 我今天求一件事情 不要把它挂碍在心中 应该没有任何执着 争取的清净心 比方说 今天要求一件事情 不要说 我一定要关心 那你救救我呀 我一定要 我可以这样 要无所助 因无所助而生起心 就是我今天 干净的心 真正的清净心 没有执着的心 就是清净心 我今天无所谓 争无所助 这个心呢 就是你的光芒 你的光芒不能被境界所燃 我今天要做一件好事 要去求一件事情 我境界要高 我不能说关心无诈 我今天给你买了十二个苹果 你赶快给我把事情办了吧 不可以了 叫不注色 争相未触发 就是不要让自己的心啊 注在 这个好干啊 我要啊 这个东西好听啊 我要啊 这个东西 哎呦 跟他一接触 我就特别开心啊 我要 不注色 争相未触发 而生其心 真正的修心 就是随时随地 无所住 无所谓的啦 无所谓的啦 我修心就是干干净净修心 非常坦然 有缘则硬 不缘则去 去则不留 来则随缘 多好啊 今天有这个缘分 我今天让孩子 你不要说 一定要考哪一个 很明牌的大学呀 我这个孩子 你自己不知道啊 就能读二流三流的 那么就二流三流的 学校就可以了嘛 只要能毕业 好好读书就可以了 为什么非要打这样啊 你这样会把孩子逼死啊 你就是住心了呀 你有这个缘分了呢 你就好好的去用了就好了 你今天这个命 你就驾这个男人嘛 可以了 你说你还想驾谁呀 你不管驾谁呀 虽然呐 今天有驾就驾了 只要好好的们就可以了 无所谓了 菩萨保佑了 所以佛经里面讲啊 菩萨说过一句话 你们到底到人间来干嘛的 一不是来让你们享受的 二不是来让你们干嘛的 什么都不是的 你们到人间来 要么是来还债 要么就是来讨债 苦就是来还债 开心就是来讨债 就是债来再去 那么把债还完了 讨完了 你就滚白了 你说你有什么了 什么能带走的了 一切随缘了就好了嘛 有什么好开心不开心的 很多人 我的孩子啊 这么不好啊 我不要活了 有的人 我的老公啊 不好了怎么活 都是缘分啊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了 能有就有 能没有就没有啊 结束了就结束了 每一个孩子要坚强一点 不是靠别人活着了 这个世界上都是靠自己啊 靠自己的努力啊 所以希望你们学博之后 要靠着自己的努力 自己的智慧而活着 而不是整天好像 干天游人啊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我们家庭怎么样了 佛陀生出来 七千妈妈走掉 佛陀以什么精神 来救度世间的众生 坚强啊 从自己的痛苦当中 更理解人生的真谛 一切都要随缘 所以叫你们 原来的随它去呢 好好地修心学佛 帮助自己解脱 那是真实的 那是人生的真谛 一切无常 希望你们可以 烦恼的人生当中 不要再浪费时间 是最重要的 哭泣没有用 只有站起来 好好的往前走 好好的改变自己 一切随缘 你们一定会成功 好好的 好好的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